这里呢 也有两个出水口 也是喷水扣 这个上面这个是向左右两侧喷 现在是关闭状态 打开 这个出水口是向后喷下 左右两个都是同样的打开 不好意思 车发动着 然后拆下离合器 把取离器打开 它就可以进行喷水工作了 这里是一个水枪 在使用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的 把这个开关打开 这个红色的球头 它是一个固定装置 固定完成后 然后水枪的方向就也会 同样会被固定住 车发动着 然后拆下离合器 把取离器打开 它就可以进行喷水工作了 这里是一个柴油发电机 它是用来带动这个喷漠器的 使用喷漠器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这里插上钥匙以后 将它启动 把电闸拍起来 将这个红色的水管打开 然后就可以用遥控器来操纵这个水泡 然后使用的时候 先打开风机 再打开水泵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里是调节喷漠器方向的 用完的话 我们这两个开关 一次 关掉 我们吧 我们这一点 就是按照 我们这些 我们来说